像這個效果怎麼做出來,基本上也是從層積多重再多個顏色 其實就格式的設定 裡面有哪一些是多增加的,我們逐一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就是把那個層積多重 這一段層次有沒有 複製貼上 貼上 再多兩個字好了 因為我的習慣就是你一定要不同的名稱,程序不能有一樣的名稱 不然他一跑他就會有錯誤訊息 出現 然後呢 可能我們按部就班來看,第一個就是如果他是A的話 那後面呢就是改顏色,字的顏色,特別說字的顏色要怎麼做修改 理論上這個部分 我們分別來看一下,基本上這個字如何改藍色的 其實程式的撰寫通常是這樣 我會先打一個Sales 但是刮弧 最後再打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你現在Sales點下去 他會有提示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你是把這個刮弧呢 加到這邊來 複製我是按Ctrl鍵 這樣比較快一點點 點下去 你會發現他提示不出來了 所以呢 這個是他裡面的這個提示功能 然後沒有這個 所以我們怎麼樣 那當然就是因為我要先 設定好 最後再加 不過我怕之前有同學常忘記 做完了然後很急的按執行 結果忘了把刮弧放進來 變成怎麼樣呢 這個Sales指的是什麼 整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的Sales 因為它是集合 那加了刮弧表示說哪一個儲存格 變成說所有的儲存格的字都變藍色了 OK 懂那個到底啦 OK 那我們撰寫的方法就是 點FORM 所以你不用背 基本上就是用理解的 點什麼 點COLOR 這邊都會出現 就是 這個 Sales的FORM就是它的紙物件 下一層物件 下一層物件裡面呢 會有一個COLOR的一個屬性 這個COLOR的屬性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個顏色 那通常記得啦 這個建議是把這個RGB 稍微記一下 應該 紅藍綠吧 電腦裡面的三原色 那錢瓜糊 這個可能你就是 也不用背吧 你會發現錢瓜糊之後 它會出現就是說 請你告訴我紅色的 一個 indiger是一個數字 就0到255 所以這個固定的 沒有紅色 沒有藍色 沒有綠色 藍色最大 這樣就OK了 這樣子做出來 記得再把這個瓜糊 把它複製過來 我們就 產生了一個 藍色的字 那未來當然如果你要改成 紅色字的話 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改成25 這個改成0 那綠色的話當然一樣 OK 特別注意 那你會想說老師 那可是如果還有其他顏色 我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關係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找到什麼呢 找到油漆桶 這邊有個其他色彩 你自己選一個顏色 再點制定 RGB就出來了 如果你 你覺得這個顏色 不炫 你可以怎麼樣 自己再調一下 上面調 有沒有 這可以調成多少種顏色呢 有1000多萬種顏色 1048576 就是 2的8次方 乘2的8次方 再乘2的8次方 對不對 就是2的24次方 那大概就是 不只1000多萬種顏色 所以 不過 其實理論上 我們不會做這麼複雜 我想 大概 紅色 藍色 綠色 這些都夠用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再切回到這邊來 接下來的話底色怎麼改 底色其實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把縫 有沒有 改成這個 intro 的color 黃色 那黃色的話 就是紅色加綠色 就是黃色 紅色加綠色 不信的話 你們如果不確定的話 很簡單嘛 黃色對不對 其他色彩 選黃色嘛 制定一下 255 255 0 不就黃色 OK 所以自己再調一下 那如果淺黃色呢 往上 你會發現 如果要淺一點黃色 就是把藍色增加一點點 那如果你要深黃色的話呢 就是把紅色跟綠色降低一點點 好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去變化 不過 你做久了大概就自己可以 遭到一個訣竅 反正變來變去 這些顏色 OK 也不用做太複雜 已經就足夠 一般工作上需求 記得 把intro 做法一樣 所以你將來也是一樣 可以 點 I開頭 有沒有 intro 出現了 好 再把它怎麼樣 我習慣喔 除了用滑鼠點 有的時候打字 按空白鍵也可以啦 空白鍵也是輸出的意思 然後back一下 點什麼 點color 然後再給 什麼 等於rgb 然後後面都一樣 反正255 點 255 點0 這個 OK 然後呢 記得喔 再把刮弧 加進來 這個動作很容易忘記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 變 全部的儲倫格都變成 底色的黃色 好 再來 匡線 匡線的話呢 其實到底一樣 只是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那個boulder 對 點 b 有几条线,其实不止四条,还有斜边两条,总共会有六条线 当然理论上如果你全部都要变更的话,你就直接点Color就好了 但是有同学问说,之前就有同学马上问说 可是我如果要变更的话,只有上面跟下面那两条线就好 我左右那两条线我不要变怎么办?很简单 其实这个都有相通的,刮糊,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刮糊之后的话,它会出现说 XL,你的上面就是Top,你的下面就是Button,有没有,Edge,Button,Edge,Top 那你便要写两行程式,一个是上面的,一个是下面的,颜色变更 那就是上面跟下面那条线变更了,左边右边也有,斜边也有,反正就这样 不过一般工作里面是不会用这么复杂的,不过知道一下就好了 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这样的效果,是绝对办得到的 而且如果你一个报表输出之前,你可以甚至自动帮它这个报表的表格 帮它全部画好,用Bolder物件就全部都画好了,再把它印出去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Bolder可以做到非常复杂 哪一些线要加颜色,通通可以全部自动化 用的就是Bolder实物件里面的这些线 那也许后面如果还有有练习,我们可以再练习 不过基本上常用的不会这么复杂 大概就Bolder点什么,点Color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红色的字的话呢,那就RGB什么 就把这个地方加一个RGB的那个 红色255,豆点0,豆点0,OK 这样,最后再把这个什么加上去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把那个框线加上去了 那把这边豆点,把它接在一起 那D的话呢,是多一个什么呢,比如说输出 D的话是除了红色字之外,还加上粗体字 粗体字的话是由谁管的,其实粗体字基本上 就是除了Color,Fone Color变成红色的之外 还有在什么呢,字型里面有一个什么 叫BOD这个 不过你会发现,现在不会提示啦,为什么 因为刮虎的影响,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懒得去打这个Bold的话 可以点一下什么 BOD出来 等于 那后面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后面不外乎,如果是按下跟不按下 那一定就是两种,一个是True,一个是False 跟开关一样嘛,开就是True,关就是False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要开的话,那你就用True True,反字就是False 如果说懒得去记它的话,其实我记得True好像打1也可以 0好像是False OK,这样会更简短,不过问题是将来你不知道 到底是开还是关,0和1 对,所以怎么办呢,你干脆打True好了 如果关的话就是False 这个False的话,可能你要把True Force 这个单字要,可能要,还是要背一下,这个并不难记 那我是知道说,有些那个VBA 比较贴心,它按等号,它会有一个True Force 会出现,但是这个物件它没有出现了 所以没办法,只好自己打一下 再把这个东西,把它怎么样,搬到这边来 复制按Ctrl键,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做完这个效果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再把它清除 再加上,不过加上这个加上去没有 可是清除,特别之后,之前就有同学清掉 发现奇怪,框框还在,底色还在 总不能这样吧,OK 那当然你要怎么办呢,清除不能用这个清除 只能够用清除里面的,所以特别之后 清除要分别清除,那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清除字的话 因为它原来的字的颜色是黑色 所以如果你要把字的颜色改回来的话 记得把它改成RGB 黑色就是000 那白色就是255,255,255 一个最小嘛,一个最大 最小的就是黑色 那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底色要清除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什么 XLNUM 没有哦,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就是 如果你底色要清掉的话 这比较特殊一点 是XLNUM 没有字 没有字 没有颜色,跟这样 前面一定是XLNUM OK 那如果你的BORDERS要清掉的话 这个稍微麻烦一点点 因为我之前有试过啦 如果没有加这个BORDER INDEX 清除的话 好像清不干净 之前好像是这样 就是我把字加上去 我把这个清除 你会发现哦 看起来是有清的 可是哦,就被同学说 老师好像还是有点怪怪的 因为他眼睛非常熬利 有没有发现有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 他好像有点灰色哦 所以他就说老师这样 嗯,不OK哦 所以后来呢 我再试了一下 因为这种清除 框线哦 在一般的书籍里面 我也没看过 后来怎么知道的 试了就知道了 所以有些东西是什么 试出来的啦 OK 所以像 加框线这些啊 大部分我翻了很多VBA书籍 没有一本写到 啊,怎么知道的 其实很多东西哦 你只要了解它的逻辑 我刚刚讲过嘛 物件嘛 物件最重要的两个东西 就是属性跟方法 它已经给你了啊 所以你就只要 直接到里面找答案就好了 如果你找不到 还有个方法 有不要放上去 如果你对Bowder 这一个物件呢 你不熟悉 但是你想彻底了解的话 在VBA提供了一个功能 很方便 就是有不要放上去 再按F1 它会出现什么 诶,你要不要 你是要找Bowder物件的说明吗 是,好,按个说明 它这个时候呢 会自动帮你跳到哪里呢 跳到那个 就Excel的VBA的线上说明文件里面 但是它有个可惜的地方 就是说 它里面的这些东西 都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 那边有原文跟译文嘛 当然如果习惯上用译文 但实际上它是原文 它是用英文来翻过来的 那你可以选择把它切回到英文 那里面的话会有些相关说明 甚至呢 Bowder使里面的Color属性做什么用途 ColorIndex做什么用途 这边都有相关说明 那如果说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当然你可以点选它啦 这里面都有相关说明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这边有用 使用Bowder属性 传回Bowder使集合 集合就是S嘛 因为很多条线 其中包含四条框线 四条框线我觉得不准确 还有斜 左上右下那两条线 其实应该包含在里面 那怎么去使用 它这边有相关的说明 相关的说明 等等 如果可能对各位来说 还是有点偏难 但是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 这个物件的属性跟方法 上面都有答案 给各位一个方向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怎么做呢 按一个F1 它就会跳出来了 其他的话 这个ColorIndex 这边就要这边加一个Index 把它设为XlNum 那如果说要把那个Bowder的效果加 就是取消掉的话 那就是把它的那个 本来是True改为False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加上去清除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提供一位参考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边有提到 总共会有四种的文字的格式设定 主要是针对不同的筛选条件 给不同的这个颜色的格式 那另外呢 可以加上去 当然也可以把它移除掉 那移除的方法 在云端的上面 云端版本里面 都有相关的参考 所以如果我刚做的动作 假如你一下记不起来 没关系 在云端上面找一下 尽量自己再串一下 因为上课时间 可能没有办法 给各位太充裕的练习时间 所以你们也许就是 可以把刚刚写的贴来改 或者是说 从云端上面贴 然后来改 会可能会比较快一些些 来试试看 那